大家好,我们今天会讲解一下圆形,Circle 其实圆形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个经常见到的图形 也有人说过圆形是这么多种图形里面最常见的图形 有些什么例子呢? 例如抬头一望,我们看到月亮是一个圆形 太阳其实也是一个圆形 不过我们就不可以用肉眼去直接看太阳 不然就会受伤眼睛 车轮是圆形,在马路上见到不少车是圆形的车轮 我们的硬币也是圆形,除了两元和两毫子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餐碟也是圆形 我们衣服里面的扭扣也是圆形 生活里面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图形里面 很大个份都是圆形 我们今天就去讲解一下圆形的定义和特性 圆形是一个闭合图形来的 闭合图形 那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假设你站在圆形的墙壁里面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是走出去的 即是不会有一条边是空了出来的 可以让你走出去的 那这个就叫闭合图形 就是一个完全密封的图形来的 你在圆形的井的下面 或者在一个圆形的墙壁那里 你就没有办法走出去 除非你才能穿墙 或者在那里门 那这个就叫闭合图形 OK? 好了,那我讲解一下 圆形的定义就是 由圆形最中间的点 去到圆形最外围的地方 的长度是永远都相同的 那我们给它一些名字了 圆形最中间的点 我们叫圆心 圆心 这一点就是圆形里面最中间 最正中的点 而外面就叫圆周 圆周 圆形最中心的点 还有外围 其中一点 一个位置 我围在圆周上面任何一个位置 例如我们点了一点叫C 这点C永远都在圆周上面 而它C这一点 和最中间圆心的距离 永远都不会变的 例如C 去到圆心是4 那我们呢 C无论在圆周上面任何一个位置 和圆心的距离 都会相同 好了,那你多次了 例如我切第二点叫D D和圆心的距离 和C和圆心的距离 都永远是不变的 永远都是一样的 都是4 除非圆形是变的 如果圆形的大小没有变 圆周和圆心的距离 是永远都是一样的 而这个距离 我们有个名字叫做半径 叫做半径 OK 好了,那我再来一次了 圆形是一个闭合图形 圆形的外围叫圆周 圆形最中心的点叫圆心 在圆周上面任何一点和圆心的距离 就叫做半径 而这个半径的长度 无论在圆里面任何的位置 都会是一样 即是半径是不会变的 好,那我们就看一些例子 看看它是不是圆形 看一看这幅图 看一看这幅图 这个是不是圆形 首先我们看看它是不是闭合图形 放个人仔进去 它想走出来 这些地方都走不出来 这些地方走不出来 这里见到一个洞 走出来 走了 所以这个就不是一个闭合图形 不是一个闭合图形 无论的洞有多小 无论是差多少 差一点也好 它不是闭合图形 它就不是一个圆形 即是这个就不是一个圆形 好,我们看看这个正方形 是不是圆形 阿sir说正方形是怎会是圆形 你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这个正方形 不是一个圆形 首先看看闭合图形 是呀 这是闭合图形 好,然后我们就要找 最中心的点 我给你了 最中心的点 最中心的点 跟外围的一点 距离是不是相同 咦?好像是一样 是不是一样呢? 这里中心的点 跟外围的一点 3cm 3cm 不过呢 其实呢 当我移动这一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有变异 刚才在圆形的时候 你见到呢 我无论怎样移动都好 在外围 即是这个圆周上面 怎样移动都好 那个长度 那个半径的长度 都是4 但在这个正方里面 就不是了 这个正方里面 这里是3 3.1 3.2 3.3 3.4 去到这里是4.2 OK? 那你见到呢 最中心的点 跟外围 这个正方形 就叫做 周界上面 这个边场里面 圆形叫圆周 那边场上面 移动的时候 你会见到呢 它跟中心的点 的距离 是会不同的 会变的 所以这个呢 就不是一个圆形了 好了 再看一下这个 椭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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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看不到 这个椭圆形 最中心的点 我们也都放在这里 那一个椭圆形 是不是一个圆形来的呢 那首先也是代文 是不是闭合图形 这个是一个闭合图形 最中心的点 给了你了 然后就会看外围 这一点 和中心的点是4.3 中心的点也是4.3 那我们试试移动它 你见到呢 移动在不同的位置的时候 有不同的长度 是不是 移动不同的长度 不同的位置 这个位置应该最短 4 接着有4.14 这里去到5 这个位置是最长 是不是 那就是说 这个外围和中心的点的距离 是会变的 所以呢 这个就不是一个圆形 不是一个圆形了 好 我们最后总结了 圆形 就是有一个闭合图形 是一个闭合图形 外面那边呢 叫圆周 最中间的点 我们叫圆心 由圆心去到圆周 那条线 叫半径 叫半径 那圆心和圆周的距离 永远都会不变的 永远都会一致不变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圆形了 开始 二十二百多